我们之前讲过了斯图勒图斯 祭脸虫 交通虫 如果不拿出点增加 后来恐怕你会觉得纽斯提亚是个什么昆虫星球 那就让我来介绍一下纽斯提亚 气宁为止体型最庞大的陆生动物 宅安提巨龙 它们是行动缓慢性格温和的直屎恐龙 以各种植物为食 比如水果 蔬菜 树叶 杂草 蕨类 别看它们体型庞大 而且一天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进食 但实际上相比它们的体型 它们吃的反而不是太多 虽然还是很多了 这是因为它们有着多个位的反厨动物 它们是小家庭规模的群居动物 它们用声音来传达情感 在发行期如果有两个雄性同时看上一个异性 那么它们就会爆发战争 它们会甩动脖子 像扔锤子一样把头挥到竞争对手的脖子上 另外要说的是它们的战斗是回合制的 一个轮完 另一个再轮 胜利的雄性的会获得和磁性的交配权 磁性的认身期为680天到790天 每次产一到两个幼崽 曾经有过记录最大的一个个体是一只雄性 体长70米 身高24米 体重约800吨重 可想而知它们这个物种的体型 对我多大 它们的生长周期在80年到100年之间 比较反直觉但是很合理的是 达安提巨龙是胎生不是卵生 它们的孩子会直接从高空掉下来 但我们不用担心 它们的骨骼十分坚硬 但靠子弹无法击穿 而且光是出生的幼崽体型就至少有5米高 可以直接靠着体型规避掉绝大多数的肉食动物 比较适合它们的环境是开阔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边缘 在开阔的草原有着完全开放的空间可以舒展身体 与它们共生的蕨类还可以进行更好的光合作用 还有吸收养分 它们的行动范围十分的宽广 季节性的变化会影响它们食物的供应 所以它们会在夏末秋初开始 和其他有着迁徙习性的动物们一起前往南方过冬 最后我们不可避免的要谈到 对于高智慧生物而言的詹安提巨龙了 它们的肉肉质肥美 它们的皮肤不用于制作奢侈品 它们的骨骼不用于制作收藏和雕刻 为什么会记录的如此详细 因为曾经这种美丽的巨头之遭受过大量的捕杀 哪怕到了现在它们仍然是黑市里最高级的商品之一 现在整个纽斯提亚上的詹安提巨龙数量只有两位数 对全球范围内詹安提巨龙的数量仅有两位数 而且还是零散分布在各个大陆的 当然不是没有过有良心的人尝试去繁育 曾经就有动物园是倦养幼体 但最终因为饲养环性狭窄而死亡 只能说 它们只适合大自然 既然人工手段不行 那目前就只能通过建立保护区来保护它们了 保护区内禁止狩猎 同时在大迁徙路径上的车辆还有飞机 等交通工具要按国际条约规定暂时修改道路 最后只能希望以后的科技进步能够实现人工繁育吧 人工繁育不是坏事 而是保护这个物种最后的一个手段